大家好,我是赵,今天是4月8号,我最近的话也最近反正就弄东弄西的,反正就每天早上六点多起来,晚上十二点多睡,每天睡几个小时真的累得要死的那种,实在受不了的那种,就是太烦太烦了。 然后呢,我最近的话做了一个公众号,然后呢,我把那个就是我找的那些福利软件啊,什么圆码呀,我都会放在公众号上面,它是以什么形式呢? 就是我发文章,发文章的话,然后会附带那个下载链接,然后大家自己去提取就好了,然后这个公众号的话今天是发的第一篇文章, 然后呢,嗯,我把那个,嗯,那个公众号的二维码发出来了,大家有兴趣的话,就可以去那个,那个叫啥,那个,嗯,公众号上面去,嗯,公众号上面去那个,嗯,看一下。 看一下,然后今天发的是,有很多就是,比较好的软件吧,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录屏软件,我现在在用的这一个, 这个也,它功能很多的,有一个下载,它能下载什么呢?它能下载,嗯,那个,YouTube上面的一些视频,所有的视频,不是一些视频, 然后像Vimeo上面的,像国外的很多那个视频,视频网站,它都可以下载,然后你可以设置它,嗯,4K,然后超轻,什么东西都可以设置,就是,就是在这儿,非常非常的好, 然后呢,它会有,嗯,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收费的,然后但是呢,它有一个破解软件,然后像那个破解软件的话,我也,我也放在呢,那个链接里面, 然后像那个教程啊,什么的,都可以自己去,嗯,找啊,什么,都在里面,然后大家看一下就会了,然后像第一个是下载,然后第二个是录屏,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一个, 然后第三个的话,就是转换格式,那像那个,嗯,腾讯的QLV吧,是不是,嗯,然后那个爱奇艺的,所有的那个格式放在这儿,都可以转换的,非常非常的好, 然后的话,嗯,这就是我公众号,公众号里面就,放了一些就是福利嘛,然后很多福利,大家有兴趣的话,就可以扫进去看一下, 其实它是以文章的形式发的,今天大概发的有七八个,九个,十个福利吧,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虚拟机,虚拟机的话,嗯,它我链接网发了,如果大家需要的话,到时候可以,就是在那个后台私信我就可以了, 就是发一个虚拟机那个链接,然后我就会发给大家,然后那个虚拟机的话就比较好, 就是像这个虚拟机,它是收费的,大家知道的,这,这种虚拟机,但是呢,我找的这个资源呢, 它是破解,也是破解的,也不,也不需要钱,而且呢,它这里面自带那个Win7和那个, 嗯,Windows7和XP,因为我电脑配置在这儿嘛,所以就没有用Windows7,我用的XP, 然后用的也,也挺不错,也挺不错,也非常的好,所以大家有,有兴趣就直接撒描, 然后评论上二维码,然后,嗯,进去,进去看一下文章啊,啥的,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我,嗯,发的那些软件啊,什么的,非常的好的话, 那,大家也可以适当的打赏一下,对不对, 然后,嗯,叫啥呢,然后下面一个呢,就是里面还有什么东西, 今天好像还分享了其他的一些教程吧, 像今天我要说的那个做抖音的,怎么去做抖音,啊,我就提前把那个我今天要说的题目给说出来了, 就是我要教大家怎么去做抖音账号,然后怎么去,嗯,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粉丝, 然后怎么去做视频,然后怎么操作,怎么那个变现,就非常的好, 然后呢,而且这一个就是像我们后期引流啊,是不是啊, 就是我们粉丝多起来引流的话,像引到我们那个影视网站, 然后淘宝客网站,对不对,都可以引进去, 然后引到我们微信号里面也可以的,对不对, 嗯,像这种就是做抖音的话,现在今天特别特别的火, 还有抖音带货,然后什么,嗯,撸,撸货什么东西,撸茶什么东西, 这些东西会做的话,就真的非常赚钱, 然后,嗯,废话不多说吧,大家请先关注一下我公众号吧, 嗯,就是我会每天,就是,嗯,我尽量每天给大家更新吧, 放一些福利,福利软件在里面,大家有需要的话就直接去取, 然后呢,嗯,就是今天涉及的,就是抖音剪辑视频的, 那个PR,也放在那个,那个里面,就是公众号里面, 大家去文章里面看一下,找一下,翻一下就能翻到, 嗯,也非常的方便,然后那个PR的话, 嗯,有最新版的,还有稳定版的,稳定版的就是2017的, 2017的用着还是挺不错,挺流畅的,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2020的,就是最新版的, 嗯,虽然我电脑配置不行,但是用的还是挺好的, 因为最新版的用着舒服嘛,就感觉它是最新版的,对不对, 然后呢,嗯,大家就是,如果需要PR的话, 就直接去那个里面找,找那个好吧, 然后,嗯,今天呢,说什么呢,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啊, 我今天就是教大家怎么操作, 那个抖音去做一个明信号, 因为我也是看视频,然后一开始将信将疑, 然后后来呢,听那个一个,呃,一个老哥, 他教我这些东西,然后自己操作操作就会了, 嗯,我给大家看一下吧,就是我前几天操作的一个, 一个那个,一个抖音号, 他现在有两万多粉丝了, 几天,只需要几天就可以, 就真的可以是两万多粉丝, 不仅是我可以,你们也可以, 这东西非常的简单,大家看一下, 6.8万货赞,然后2.7万关, 2.5万关注,对不对,2.5万粉丝,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图吧,对不对, 这个,大家看一下, 然后就是,这个做明信号呢, 怎么说呢,就起号起得非常快, 然后我们起号起,起得非常快, 我们拿过来做什么呢, 我们可以卖号,把号卖出去, 现在卖那个抖音号也非常的高, 如果大家,嗯,号做好了, 如果大家找不到渠道, 也可以联系我, 我给大家联系那个卖家, 好吧,嗯,怎么去把号卖的, 然后呢,我到时候联系卖家,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, 就可以卖那个自己的抖音号, 然后也可以就是抖音变线, 抖音变线的话, 自己开通橱窗什么的, 做的也非常的好, 然后,嗯,录货啊,什么东西, 录场呀,什么东西, 嗯,我到时候如果有资金呢, 我也可以去慢慢学, 然后学一学这些技术, 然后教给大家好不好, 嗯,然后我们首先, 今天我教大家是怎么去做明信号, 然后像其他的那个做音乐号啊, 什么什么的, 嗯,以我的推算方式, 应该是,嗯, 他养号是可能要养的长一点, 为什么呢, 因为明信号的话自带流量的, 自带流量做的也非常快, 就是一天呢,就能把号起上来, 对不对, 嗯,可能大家有的没有操作过, 也非常,就非常的迷茫吧,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步骤吧, 到底步骤应该怎么做, 嗯,开始就不多, 不多啰嗦了, 然后第一个是明信号起号, 嗯,那么我们怎么起号呢, 第一步, 这是第一大步, 我们是要准备, 嗯,大家看情况吧, 可以是, 最好是iPhone, 知道吗, 最好是苹果的, 因为那个苹果的话, 我们起了一个号, 如果大家是做号卖号的话, 嗯,就最好用iPhone, 因为iPhone的话可以抹击, 可以把手机里面所有的东西, 数据全部删除掉, 而那个安卓都不行, 然后,嗯, 就是, 用iPhone的话, 怎么说呢, 做明信号就是起号非常的快, 然后,嗯, 也有利于我们去卖好, 嗯, 像现在做, 就是注册那个手机号, 就是,嗯, 大概的话, 一个, 一个公司, 就是移动连通, 然后, 嗯, 电信, 然后这三个的话, 就是一个, 一家公司可以注册五张手机号, 大家想一下, 一张手机号, 如果, 嗯, 几万粉丝的话, 就是, 我, 我那个朋友好像是, 几万粉丝来着, 卖了一千六百多, 如果大家算一下, 就是我们大概弄死, 十个号去卖的话, 我们就能赚一万六, 嗯, 平均, 多算一点吧, 多算一点, 五周起, 起一个, 哦, 五天起一个号, 一个月就能起个几个号了, 对不对, 然后就能赚不少钱了, 嗯, 然后剩下的就我们自己, 做大号啥的, 对不对, 也可以的, 然后像这样的话, 也会非常划算, 然后最好大家用苹果吧, 因为苹果就是, 是能抹击的, 如果大家找不到渠道的话, 我给大家找一下渠道, 买便宜一点的, 嗯, 像6S啊, 什么东西, 也非常的便宜, 我给大家找一下渠道就可以了, 然后呢, 嗯, 我们来看一下, 大概的步骤啊, 第一步就是摸机, 摸机, 然后清除手机上所有的数据, 特别啊, 特别特别是抖音账号被封过的, 这一步是一定要有的, 而且呢, 而且呢, 如果是安卓的话, 我, 我试过安卓了, 因为, 所以我是, 因为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, 非常的清楚, 知道吧, 嗯, 如果是那什么, 嗯, 安卓的话封过号的, 我劝大家就不要做了, 因为我试过了, 我, 嗯, 用安卓那个, 我那个手机号估计就废了, 就放哪, 放哪, 我那个号没被封啊, 我就放哪, 养了几天都没有养起来, 然后, 我去刷机, 他们说刷机可以, 但是我去刷机, 刷了机之后, 它那个版本号还是一模一样的, 根本就没用, 所以呢, 大家, 我建议大家还是用iPhone, 然后买一个iPhone的话, 买一个二手iPhone, 然后抹一下机, 对不对, 然后就可以了, 嗯, 几百块钱左右吧, 然后加卡, 就是我们做一个号成本, 成本就拿回来了, 非常的方便, 然后, 嗯, 然后做第二个号就有, 不是, 我们做第一个号肯定就有盈利了, 如果那个粉丝多的话, 然后抹了机之后呢, 然后我们先, 就是不用激活, 然后跳过所有的步骤, 然后到那个苹果的那个主界面, 到苹果主界面之后呢, 我们手机连接电脑, 然后我们去摆路上搜索爱思助手, 我们看一下, 我们看一下搜索那个爱思助手, 然后我们去下载, 把它下载之后, 大家用过苹果的肯定都知道爱思助手, 对不对, 爱思助手, OK, 我们下载了, 就是我们进入这儿, 然后官网, 然后把爱思助手下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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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安装到桌面, 安装到桌面之后呢, 我们下一步, 就是在手机端下, 就是我们不用手机下载那个爱思助手, 直接在电脑上连接, 连接那个, 嗯, 连接iPhone, 连接iPhone, 然后它就会自动下载爱思助手, 大家肯定知道的, 然后呢, 我们下一步, 打开爱思助手, 不, 安装, 打开爱思助手, 然后安装手机端爱思助手, 然后呢, 我们连接, 嗯, 然后我们下载抖音, 也用爱思助手下载, 然后下载抖音, 然后, 嗯, 还有一个就是QQ同步助手, 大家看好, 一定要知道是哪两个软件, 下载哪两个软件, 一个是抖音, 然后还有一个是QQ同步助手, 然后, 嗯, 安装, 安装, 都安装到手机, 用爱思助手安装啊, 不用用其他的, 之后下一步的话, 我们是打开QQ同步助手, 是电脑端, 我们先要在电脑端, 匹配那个QQ同步助手, 嗯, 我们在这搜索, 嗯, QQ同步助手, QQ同步助手, 然后我们去这儿, 大家看好, 一定是官网啊, OK, 然后我们进入官网之后呢, 我们用自己下载好的iPhone, 就是我们自己的iPhone, 它不是下载好了那个, 嗯, 不是下载好了那个叫啥, 就是QQ同步助手嘛, 对不对, 然后我们把它开网, 开网之后, 我们QQ同步助手, 扫, 扫描, 点击我的资料库, 然后我们扫描维码, 我们扫描二维码, OK, 然后我们点击, 点击登录, 就是手机端点击登录之后, 然后我们这儿一开始进来, 什么都没有, 然后我们拼量导入联系人, 然后我们到时候把那个excel表格, 放在这里面拖进来, 然后我们点击, 导入, 导入进去之后, 这个就没有用了, 然后我们就直接关了, 知道了吧, 然后导入联系人的话呢, 怎么导入呢, 哦不, 就是那个联系人的话, 我到时候会放一个那个表格, 放到视频下方, 就是表格的链接,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, 就直接去那个视频下方取那个, 呃, 联系人, 大概有很多很多吧, 大家取一部分就好了, 你联系人的话, 大概是一千到三千左右, 我用的是三千个, 嗯, 那样的话就差不多了, 啊, 然后呢, 呃, 我说到了哪一步, 然后匹配了, 匹配了, 哦, 对了, 我提醒一下大家, 就是, 嗯, QQ同步助手的话, 是需要那个, 多少钱来着, 是需要15块钱一个月, 但是呢, 如果大家耗做的多的话, 就是那, 这15块钱还是比较划算的, 嗯, 后的话我们, 嗯, 下一步, 下一步打开QQ, 手机端QQ同步助手,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视频, 我之前录了一个视频, 嗯, 我没有发过的, 哦, 这个, 嗯, 是这个, 大家看一下就会了, 非常的简单, 为啥是i7的, 还有腾讯的, 大家稍微等一下, 嗯, 嗯, OK, 我们现在从头看一下, 我们打开QQ同步助手, 然后, 嗯, 只点, 不是点这, 不是点这, 我们退出来, 退出来, 然后点那个, 也不是这, 怎么下点呢, 他, 大家看一下, 就是, 然后我们退出来, 退出来之后, 点中间, 然后点中间匹配, 匹配了之后呢, 等, 我们千万不要去碰他, 然后等他自己, 自己, 那个录入, 录入之后呢, 我们就可以退出来了, 大家知道了吧, 然后呢, 退出来之后, 退出来之后, 第二步, 哦, 不, 这是第三步了, 对不对, 第三步, 我们打开抖音, 大家记住, 千万不要先注册, 上去就不要注册, 你想一想, 我们做抖音, 就是要模仿真人, 你想一想, 你用别的软件, 你用别的软件的时候, 你上去不是第一时间就注册吧, 然后你得先浏览一下, 对不对, 我们先刷15分钟, 然后到底怎么刷呢, 大家往后看啊, 前五条, 就是我们登录进去的第五条, 前五条就一定要看完, 就是第一条, 他叫你滑, 你不要滑, 不要搭理他, 你把它看完了之后, 你再滑, 然后你滑了之后呢, 然后再往下滑, 滑五条, 五条左右, 这五条全部看完, 看完之后呢, 呃, 大家看好, 不能看一半就走, 大家一定要记住, 不能看一半就走, 然后剩下的大概五条里面, 就是剩下后面的时间, 然后五条, 没五条, 我们必须要, 最好是要有四条要看完, 然后剩下的一条的话, 就看一半再滑走, 然后至于是哪一条滑走呢, 然后这个是随机的, 随机的好吧, 嗯, 你第一条, 你剩下的后面的时候, 第一条你看完, 第二条你可以看一半, 滑走, 然后后面的三条你看完, 然后那个一次类推往后算, 是不是, 后面的, 就是随机你看自己的想法, 嗯, 然后呢, 我们按照这个步骤, 大概刷15分钟, 就可以了, OK, 刷15分钟的时候, 刷到15分钟的时候, 然后你看到一个, 可能你觉得稍微好一点的, 然后你点个赞, 点赞的时候, 你点那个爱心啊, 点那个爱心, 不要双击它, 嗯, 反正我觉得你不要双击它, 就是让机器人以为, 让那个抖音觉得你是真人嘛, 然后你是才注册的新人嘛, 对不对, 然后呢, 它就会提示你注册, 然后呢, 你们看到这些注册的话, 就千万不要, 啊, 哎, 怎么写到这儿, 然后它会提示你注册, 注册呢, 嗯, 就是, 哎, 叫什么, 我们, 哦, 这是提示啊, 就是一上去的时候, 千万不要先注册, 对不对, 然后, 这是我刚才说过的, 我把它删, 然后我待会儿会把这一个注意事项, 讲所有的全部放在视频下吧, 然后, 然后我们注册了之后呢, 注册了之后, 然后我们来了, 来到了第四部, 第四部, 就是你注册完了, 所有的东西, 它会要你填, 叫你填信息什么的, 我们先不要填, 跳过, 跳过的话, 它有可能会提示你注册, 匹配通讯录, 然后我们直接匹配就好了, 通讯录要匹配的啊, 然后匹配了之后, 我们回到主页, 然后就是按照, 第三部的步骤, 我们再做, 再看, 再刷视频, 刷15分钟, 15分钟, 然后还, 就是五个视频里面, 还是, 就是按照这儿吧, 五条, 大概四条, 看完吧, 一条滑走, 然后, 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步骤, 你觉得好的, 点个赞,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点赞率比较高的, 就是他几百万几百万的那种点赞啊什么的, 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, 关注一下, 然后一样的方法, 我们按照那个刚才的差不多的方法, 然后只不过多了一个点赞的那个步骤嘛, 对不对, 然后做完了之后, OK, 我们15分钟, 就是先15分钟, 然后注册, 然后再15分钟, 注册完了之后, 我们关掉, 关掉抖音, 不要管它, 然后就放了, 我们千万不要就是, 你像那个平时的抖音, 你闲下来就拿过去刷, 闲下来就拿过去刷, 我们不要管它, 然后放一天, 好吧, 如果你早上刷的, 然后我们放一天, 如果晚上刷的, 然后放一晚上, 然后来了第五步, 然后早上, 早上刷的, 我们早上, 假如我们早上刷的嘛, 早上七点多刷的, 然后我们放到了晚上, 晚上大概, 你早上七点钟起来刷, 刷的话, 大概放到晚上五点多吧, 五点多, 五点多我觉得是最好的, 因为我那个视频就是五点多放的时候, 然后报的, 然后呢我们, 登录抖音晚上, 登录抖音之后, 我们先刷十分钟视频, 一样的, 一样的方法好不好, 一样的方法, 大家一定记住前面一样的方法, 然后我们去, 刷十分钟视频之后, 我们去改资料, 改头像, 改背景, 改签名, 然后改地址, 然后, 然后我们学校的话, 就是, 我们可以改自己, 改名校, 比较出名的学校, 什么985211, 对不对, 大家, 嗯, 什么一般的那种大学不知道的话, 填什么清华, 什么北大, 什么东西, 谁知道你是清华北大的呢, 对不对, 是不是清华北大的呢, 然后我们不用去实名啊, 不用去实名, 大家一定要记住, 不用去实名, 我们账号没做起来之前, 就一定要不要去实名, 就是我们做起来了, 如果那个号是拿过来卖的话, 我们就千万不要去实名, OK,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, 我们就可以去发视频了, 发视频的话, 我们发完视频, 发完视频再刷五分钟, 然后呢, 我们直接关掉, 关掉之后我们就不用管它了, 不要一会儿打开, 一会儿关了, 去看它, 不用管它, 放一晚上好吧, 不要担心什么的, 如果大家, 大家相信我的话, 肯定才会看到这一步, 对不对, 我自己实操的, 我肯定清楚啊, 非常的清楚, 而且我一开始做视频的, 一开始发抖音的时候, 我也内心忐忑, 我做了第三个号吧, 我这是第三号, 第三个号才起来的, 因为第一个号的话, 我嫌它那个播放量有, 前几条太少了, 然后呢, 第二条的话, 嗯, 第二个是用那个安卓手机做的, 好像那个安卓手机被封了, 可能就是因为被封了之后呢, 我才没有做起来的那个, 然后就放那, 然后第三个号, 第三个号的话, 就是昨天晚上, 前天起来的, 前天六十五十多万不放量, 然后呢, 就差不多了, 之后呢, 我们下一步是做什么呢, 下一步之后, 我们关掉了手机, 然后到了第二天, 我们七八点钟起来, 七八点钟起来,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刷, 打开抖音, 继续刷视频, 按照一样的方法, 一样的方法, 刷, 刷视频, 然后我刷十五分钟左右, 还是最后一步啊, 十五分钟左右, 然后我们去发视频, 发第二个视频, 发完之后, 我们一样的方法, 再看七八分钟, 我们关掉手机, 然后我们现在中午多了一个步骤, 多了一个中午, 多了一个中午, 中午再持续操作一下, 然后早中晚, 各发三个视频, 就按照这种方式去做, 然后我们怎么剪辑视频呢, 步骤大概是讲完了, 我给大家, 我教大家怎么去剪辑视频, 把这个关了, 好, 我现在教大家怎么去剪辑视频, 我先把那个S主手退了, 然后把相关的东西都退了, 退了之后, 我教大家怎么去剪辑视频, 我们打开PR, 我现在用的是2020的, 可能开的有点慢, 让它稍微等一下, 让大家看我这全任剪辑视频的素材, 因为我也不想去弄它, 就来来我会麻烦吧, OK, 我们等它那个打开, 我先暂停一下, 等它自己打开, 好, OK, 我们看一下就是它PR正在打开, 我们稍微等一下, 我们大家稍微等一下, 有点耐心把它看完了, 不然的话, 你真的会错过很多东西, 你知道吗, 不过这些东西你不去学的话, 就是一点都不知道, 然后趁着开那个打开PR的时间, 我给大家说一下, 这是为什么要教大家做抖音吧, 大家想一下, 今年这几年抖音多火, 对不对, 然后我们不会像那个姓罗的那么, 姓罗的那个那么厉害, 对不对, 一晚上多少个多少个亿, 但是呢, 我们每天撸点货呀, 然后卖点号啊, 也是能赚钱的, 然后做得好的话, 一天其实收益很高很高的, 我告诉你, 我那朋友不就是卖了一千六吗, 一个号对不对, 他当时一千, 一周多, 一周左右才, 一周左右就做起来了, 一周左右一千六了, 还是很划算了吧, 对不对, 大家这种东西需要自己去衡量吧, 你想做的话, 你怎么都想做, 你不想做的话, 你会以各种理由去推脑他吧, 阻挡他, 要是这东西放在我以前的话, 我肯定也不会去做, 然后每天睡几个小时, 然后早上晚上, 早上一大早起来发视频, 然后晚上睡得也很晚, 一天睡不了多少个小时, 就非常的累吧, 但是呢, 去做这个也, 等你效果起来了, 就是, 效果起来了也非常的好, 就是肯定会有成效的, 你知道吗, 只要你努力了, 然后你去付出实际了, 对不对, 你不以各种理由去, 堂塞过去了, 那也非常的好, 就是你会有非常, 你就会有成就感, 然后像PR的话, 我稍微教大家简, 简单的去剪辑一下一个视频, 我们去从别的地方拔下来视频, 到底应该去怎么剪辑, 然后呢, 那个就是如果我们从抖音上去扒下来视频, 因为抖音上它不是有很多人是那个水印吗, 然后我们怎么去去水印呢, 然后我把那个去水印的那个软件, 今天下午放在文, 那个公众号文章里面的, 大家有需要的话, 就扫刚才的二维码去那个公众号里面, 去找一下好不好, 然后我们来新建一下吧, 新建, 然后我们在这点新建, 然后大家看一下, 然后我没看清楚了, 就回放看一下, 然后就不用管它, 我们这点确定, 然后我们点确定之后呢, 大家稍微等一下, 还是电脑有点卡, 我先暂停几秒吧, 等它卡过来, 我们节约一点时间, OK, 我们现在打开了, 打开了之后呢, 就是像这种的, 这种界面, 这种界面的话, 也非常的简单吧, 其实, 也不是非常的难, 那我们来看一下, 我们先导入一个视频, 咱们导入视频呢, 比如说我们导入这个吧, 导入这个视频, 随便导入一个吧, OK, 导入视频之后呢, 我们把视频往这拖, 不是在这, 把视频往这拖, 这电脑有点卡, 太麻烦了, 然后我们导入视频之后, 它就大概会是这样的, 这个样子呢, 我们第一步是做什么, 打开视频效果, 我们变换, 变换我们首先第一步, 先把它点白哦, 这变白了之后, 我们第一步, 水平翻转, 第一步, 大家记好啊, 第二步, 完了, 第二步我们裁剪, 点裁剪之后呢, 我们点个运动, 这电脑咋的了呢, 气死我, 然后我们, 点运动之后, 把它放大一点, 我们要比, 跟之前, 要比之前的那个, 嗯, 原视频要稍微变换一下, 然后变大一点, OK, 这第一步完成, 第二步完成了, 那视频就做到这, 然后呢, 我们还没做完呢, 大家稍微等一下啊, 然后我们下一步做什么, 下一步, 我们去头去尾, 我们把它, 把这儿调到最大, 往这儿调一声, C, 我们C是快捷键剪辑啊, 剪辑的话是在这儿, 提到, 然后我们想点哪儿, 就点, 如果点那儿点一下它, 然后我们再按, 这下位, 位的话就变换成这个了, 这个就随便可以点, 我们把这儿, delete是删除, 删除之后呢, 我们把它往前拉, OK, 去头去尾, 头有了, 我们来到尾, 还是一样的, 把它放大, 一针一针一针两针, 对于这个视频没有什么, 嗯, 就是, 是没有什么, 嗯, 影响的, 我们把这一针去掉, 还是一样的, 我们, 先为踢到, 然后先C踢到, 然后再为变成那个指针模式, 变成指针模式呢, 然后我们点到这儿, 然后我们还是delete, 把它删除, 删除之后, 我们来到最前面, OK, 然后, 还有,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三段, 然后我们还是按C, 一段, 两段,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两刀, 切成三段就差不多了, 也可以分成四个, 然后我们干什么呢, 我们右键单击前面第一个, 看好啊, 我们在这儿, 速度持续时间, 这儿百分之百, 我们把它调一下, 如果就是百分之百以上的话, 就是百分之一百一啊, 一百零几啊, 就是时间它变短了, 我们调个101, 然后第二段, 我们还是持续时间, 前面是101, 我们可以把稍微调长一点, 不, 大家请看好, 我们先撤销, 先撤销, 错了错了错了, 我们调它时间之前, 我们一定要往后拉一下, 把它拉开, 大家一定要把它拉开, 然后我们点它持续时间, 然后我们101, 然后我们第二个, 我们点持续时间, 就是8, 然后我们第三个, 我们也可以点101, OK, 改完之后我们往前拉, 往前拉, OK, 弄完了, 弄完了之后我们在, 它不是分开的吗, 分开的话我们右键单击, 然后我们再点这个签套, 把它合在一起, OK, 它合在一起了, 我们把声音开小一点, 然后来看一下, 到底是, 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, 就是稍微, 改变了一下, 但是抖音系统它是识别不了, 我电脑有点卡的, 它将这个卡, 我大哥欢迎你, 感谢你来我这里, 大哥大哥欢迎你, 等风等雨等这里, 他来了他来了他在这里, 大概就是这样嘛, 因为电脑实在太卡了, 几个软件开这儿呢, 然后剪辑视频就到这儿, 嗯, 步骤就是这样的, 然后呢我们去哪巴视频呢, 去威视快手, 威视快手, 我们甚至连抖音上的视频, 都可以拔下来, 然后去水印的话, 像威视快手去水印的话, 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, 把那个水印遮挡了, 就可以了, 按照我刚才那个方法, 嗯, 然后像抖音的话, 我在那个公众号里面, 放在, 放公众号里面那个图片, 图片, 然后那个软件, 大家有兴趣去, 那个看, 就是去找一下, 然后如果大家以前没有玩过抖音的话, 那更好了, 就是可以直接将于用那个手机去, 做那个东西了, 然后这个公众号, 公众号的那个二维码, 大家也扫一下, 就是嗯, 这公众号是做什么的呢, 这公众号的话, 就是放一些福利软件, 福利软件是什么呢, 就是我们做那个, 像做抖音的那些软件, 然后全放公众号里面链接, 大家去关注一下公众号就可以了, 然后以后我也可以放, 每天不定时更新一些, 就是福利软件, 大家有兴趣, 真的就真的,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, 知道吧, 然后嗯, 我为什么想要做公众号呢, 就是我想的就是, 方便大家嘛, 就是嗯, 弄一下, 然后我也想就是自己做一下公众号, 就是让自己的经验见长, 见长嘛, 都做一些别的东西, 对不对, 然后嗯, 还有什么东西呢, 就是其他也没什么东西了, 然后我带大家就是做一下, 就是大概流程到底是什么, 嗯, 就是做一下公众号那个大概流程, 啊不是公众号, 就是抖音的大概流程, 第一步应该做什么, 第二步刷视频应该怎么做, 我现在打开了, 然后这儿是抖音对不对, 抖音, 我们, 等一下我们看完之后, OK, 这是我们一开始打开, 然后我们不要管它, 我们第一步, 就是它是会显示的那个, 一个往下滑, 我们不要管它, 我们直接把第一个看完, 然后我们再往下滑, 往下滑, 我们看, 然后一直看完, 把这前五个视频要所有的, 最好全部看完, 对不对, 大概就这样二的, OK, 然后我们看, 然后就这样看, 这样看, 这样看, 一直看, 看前五个视频看完, 就差不多了, 嗯, OK, 我们现在看完了, 看完了之后, 然后我们就不用管它, 看完之后, 我们就直接退出来, 退出来之后, 我们先不要注册了, 大家一定要记住, 如果, 嗯, 那我也不啰嗦了, 今天视频那么长了, 太长了, 我感觉今天视频, 然后大家肯定听累了, 嗯, 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不懂的话, 我也, 嗯, 大家可以, 嗯, 在公众号里面来, 就是, 嗯, 就是公众号后台去私聊我, 我看到了, 我也会及时回复, 大家, 好吧, 嗯, 其他也没有什么, 所以今天的, 嗯, 视频就到这, 如果大家就是觉得我视频做的好的话, 还不错的话, 请大家一定要给我一个订阅, 然后给我一个赞, 然后呢, 嗯, 我也会坚持更新自己的视频, 做到不脱更吧, 最好是不脱, 不脱更, 然后最后还是提醒一下, 提醒一下大家, 就是, 请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, 自己做的一个公众号, 嗯, 因为那公众号就是空的, 也没有什么作用, 然后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公众号, 然后把一些福利福利的那些软件啊, 然后我以后还会放一些圆码在里面, 嗯, 就是怎么说呢, 就是放一些, 就是我在视频里面没有做的圆码,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, 可以自己去做, 我会无私的把所有的圆码全部放里面, 放那个公众号里面, 然后视频链接, 圆码链接, 然后大家去自己去下载, 好吧,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, 谢谢大家观看, 我们一会儿要超时的给大家看, 谢谢大家观看, 钱明瞒 谢谢观看, 谢谢观看